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半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早安 美媽很聰明 她馬上跟Miss Wong打招呼 其實我比較喜歡見到 平時比較靜的人 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 因為本身已經很活躍的人 大家都認識她 我很希望鼓勵 譬如阿德德本身很低調 突然活躍起來 我很開心見到人變得活潑開朗 阿德德做得很好 另外 Miss Wong 以前比較少留言 但我看到她現在漸漸出來和別人打招呼 所以我希望大家 意思就是說你看到我那天茶會 其實我不想任何人孤單 不想任何人孤單 每個人都應該受到關注和照顧 多謝各位 希望令到Smart Travel 這個地方越來越找到溫暖 並不是集中著 譬如說哪幾個特別多發言 那些就受歡迎一點 因為如果我要做到不再養你孤單 應該說孤單就是任何人不孤單 她越是害羞 你們越是跟她打招呼 謝謝 和我招呼一些比較靜 比較斯文 讓她們變得開朗活潑 謝謝 說回這裡 海特王妃自從她首曝光的病情之後 現在有報導指出 可能她永遠都不會痊癒 下半身亦都受到困擾 海特王妃的病情第一次曝光的時候 她說到目前為止 英國皇室成員 海特王妃已經大約三個月沒有露面 但是在那張長凳3月22日的時候 跟公眾有了接觸 但是那個聲明沒有令人說服 她是完全OK 因為大家都很大程度覺得是AI 令人擔心究竟她發生甚麼事 為何沒有像查理斯那樣去到群眾 跟人握手打招呼 因為早兩天復活節的時候 查理斯才跟卡米拉出來見民眾 為何說得神神秘秘 但又不出來 就這樣拍一個AI的影片 即使她公開消息說她生癌也好 但是沒有人相信的 而最近她的丈夫威廉也出席了好幾個不同的會議 譬如說 即是一些活動 譬如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BAFTA的時候 最早期那個人已經晚禁追問 威廉王子說你太太怎樣 病情怎樣 在這方面人們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不久之前也看到一個報道說 有鼻有眼的這樣說 她說凱特王妃之所以較為真的 是因為Rosa她懷孕 然後逼供王公做好她的工作 為此特意寫了一篇 沒有想到遭到很多人的攻擊 說不了解英國皇室等等 為了這件事 如果說很多看過有關皇室的新聞 亦都說回 其實可以看相當多的報道 這個說法 Rose的行為 雖然說不通 關於她的流言蜚語 早就在世界各地的範疇裡面 是瘋傳的了 凱特不可能是不知道的 那就是 因為 2019年之前已經傳了 威廉和Rose Hanbury有染的 而且在那個 那個料爆出來 就和哈里有關 說自己的弟弟爆出來 但是你說凱特王妃會不會不知道呢 當然知道 只不過可能就砸開砸閉 凱特王妃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根據外國媒體報道 其實凱特王妃的身體早就已經有預兆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她去醫院檢驗了一次 不過當時覺得病不嚴重 但是當她執行公務和出席活動的時候 經常下意識用手遮住肚子 當時大家亦沒有想過那麼多 可能以為是否皇室的禮儀 又或者會不會是她想遮住肚腩仔 那些女人很瘦的 仍然覺得自己很肥 直到後來皇宮宣布了 海特需要做一個腹部手術 這段時間不能和大家見面 大家才意識到原來是凱特王妃的身體 其實長期過勞累所造成的 根據最新的消息 凱特王妃確實正在康復之中 但是她需要別人參乎才能夠走 這個可能又不方便 如果坐輪椅的話 其實坐很可愛 我也在飛機照顧過坐輪椅的朋友 那些客人的 坐輪椅你可以換過另一張正常的椅子 在那裡坐 跟她的小孩拍照 就不用出了3月8日那張照片 她說她現在需要別人參乎的 似乎行動相當困難的 所以她出行很簡單 她又說和一家大小 一家五口去了度假 那為什麼連上飛機 或者乘搭什麼交通工具 從來都沒有拍過一張照 那你坐在私家車裡面 都可以拍照 一點都沒有 所以你覺不覺得奇怪 因此她只能夠 現在提供日夜的醫療護理 你想一下她沒有拍 接著有沒有帶著醫療團隊一起去旅行 如果有的話 好可愛 我想跟你說 如果有的話 醫療團隊那些可能要簽了保密協議 不可以露出來 但是說真的 有錢就洗得鬼推毛 任何醫療團隊 只是買一張照片打閉腳 買一張照片給傳媒 說她現在病 在度假的 病去度假 你一定行動不方便 可能需要到輪椅 又或者擔架 什麼什麼 那你沒有可能 你不帶醫療團隊去旅行 那如果有的話 我告訴你 只要當中的醫護人員 他賣任何一張照片 或者訊息給傳媒的話 他下半輩打閉腳都不用休 對不對 但是沒有 那你怎樣 究竟他們是不是真的去旅行 你講 你皇室講 信不信 那原定 三月復活節 去旅行 就取消了 等皇室的通知 為什麼呢 現在懇生頓公開發的資訊 在正體的傳媒 他不敢說 多數都是一些細報紙說 細報紙說的 有真有假 好了 那因為 就算大的報行 他知道他不敢說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廣告是來自皇室 又或者有生意來往的人 他不敢說的 因為皇室之所以 對於凱特的病情 為什麼這麼隱瞞呢 因為這一次 他確實 並不樂觀 而且 也沒有公佈到他究竟患了什麼癌症 為什麼又不說呢 但是查理斯又肯說 Peclantic Cancer 那個胰臟癌 查理斯肯說的 但是這個 凱特王妃那個 就不肯說了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他肯在長凳3月22日呢 因為已經被賣相犯法 但是他私底下當然不會 當然是私底下的 這些錢 難道明正言順告訴你 我賣嗎 私底下 然後拿了那筆錢去瑞士銀行 誰知 假了幾年之後辭工 然後是州由列國 歐洲那些是這樣的 那麼多地方 好了 沒有人會 明正言順地告訴你 賣相 一定會被人攻擊的 也有些人 不要說 你賣相 這麼不見得光的事情 就算那些人 中了六合彩 都未必到處跟別人說 你不怕身邊那些 即是 你一突然間 報發戶 你身邊的朋友 全部變了質 好了 那麼 這個王室 王室就是 他沒有說過什麼病 但是 反而查理斯又很大方這樣說 兩個 所以兩個很大不同 對比 要是你兩個都不要說 要是兩個一起說 對嗎 兩個一起出來 那麼還要禁肉酸 那個復活節 那個公關團隊叫 拿個指板人出來 你說是不是禁肉酸 你說就算 這個 梅根 他在美國那裡住 他英國那個朋友 他開那些什麼 防止虐待動物會 他也是用Zoom 用Zoom 現在有些視像開會 你為什麼不開視像 對嗎 跟大家說 他隨時都可以開視像 但他完全沒有做這些事情 關於王室的情況 王室從來都沒有公佈過 究竟他現在是什麼的癌症 大部分都是來自媒體的 事實上 海頭王妃 他現在越來越瘦 面部寧角也相當明顯 老得很快 甚至還不知道 究竟 這個 受到不如 梅根 梅君 你知不知道他的花名 叫做黑妹 也並不太適合他 畢竟他願意 什麼方法 但俗語說 這句話是英女王說的 欲帶王冠必誠其重 即是他用英文翻譯回來 凱特自從嫁入皇妃之後 確實拼命三兩 什麼的社交活動都會出席 陪他老公或單拖 除了安妮公主之外 王室的年輕女性 對於王室的女性來說 經驗樂業的話 永遠都看不到抱怨 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 就是這位凱特王妃 剛剛他受到認可 為什麼這麼多國民 喜歡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也覺得這是他和梅根不一樣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梅根最喜歡就是投訴 剛剛說了這句話 其實我和你分享 其實英女王自己 英女王當然是一個很能幹的女性 她有其他金句 有一個金句也很適合 我先說這個 她說英女王的金句其中就是 我終於相信堅忍和毅力會克服一切 困難 另外就說 我認為我們必須堅持 並且堅定地履行我們的責任 現在沒有什麼 另外就說 在這個世界上 人們的意見和決心是無限的 接著這句話才重要 Sometimes we have to give up our own role in order to play our part in the role of others 有時候我們必須要在不同的角色之中 扮演著自己 即是說 任何皇室裏面的人 都是棄一場 所以認真理辯輸了 認真理辯輸了 Sometimes we have to give up our own role in order to play our part in the role of others of the artists of the artists of the artists 是的 這個 全球外大海特王菲亞粉絲 民眾給空間 好好休息 出去見 千萬不要逼死她 是的 英女王這句話 就告訴你 在不同的處境 他們是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每一個皇室的人 就是一個全世界全球最貴的電視連續劇 The Royal Family 是的 The Royal Family Scandal 是一個英國皇室的醜聞 這個皇室榮耀 首先在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由2月開始的時候上演 一路做下去 也有一個不同的進展 好像這個 角色的人妻 就是英女王所說的名句 Sometimes we have to give up our own role in order to play our part in the role of the artists 這樣 好嗎 好 希望你們知道當中的玄機 是的 好 我們去下一條影片 多謝各位 跟著和大家吹水聊聊天 OK 今天說一下 究竟 這個 英國衰敗 國家有多窮 他現在有割財 否則 早兩天 我才說 他其實一早已經是 類似是貪污的了 將哪個國家 或者哪個人 捐錢去皇室的時候 但是這個查理斯國王 就會頒一些什麼什麼什麼分章 給他 就當一盤生意這樣做 無奈英國衰敗 究竟國家有多窮 下一條影片和大家分享 記得進來幫我分享留言 點贊和訂閱 多謝各位 OK 並且我很鼓勵 平時沒有那麼多事情 聊天 其實 我相信 鼓勵一下 如果不是怎樣做到 不再讓你孤單 不再讓你孤單 不只是單單 一兩個經常聊天的朋友 社會上 為什麼每一天 都有這麼多長者 他們要做傻事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 別人的關注 而我Smart Travel 我答應大家 我很希望 將這一種 歡笑和資訊 帶給每一個在家 沒有人陪的 特別是老人家 希望如果我可以 透過這個平台 減少了社會上 一些不開心的人 寂寞的人 他們取消了自殺的念頭 這個是我自己所做的功德 我為我媽媽 希望她在天國 令她為我作為女兒 感到自豪 我很希望每一位 長者都可以開心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老過一天 多謝各位 下一條影片 OK 待會見 謝謝大家 拜拜